《黄山人》 黄山,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名字 这里是灰山故里,灰文化发祥地 故乡的一山一水,一砖一瓦 都铭记着一个个古老而动人的故事 璀璨夺目的灰文化 已然成为一个世界文明的文化符号 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 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故乡 在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上 勤劳的黄山人民 感为天下先 勇于创新创业 成就了黄山的辉煌历史 五月归来 不看山 黄山归来 不看月 黄山雄奇秀丽 如诗如画 千百年来 文人默克留下了无数的奇妙诗篇 黄山不会忘记 1979年7月 邓小平登陵黄山 拉开了中国旅游发展的大幕 如今的黄山正既往开来 坚持新发展理念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推进新型工业化 大黄山大旅游 这座美丽城市 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大开放 大交通 日益繁忙的高铁 国际航班 把黄山 链接到了世界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黄山人 不忘初心 逐梦前行 正扎实推进五大发展行动 加快建设更美丽 更富裕 更文明的现代化新黄山 奋力谱写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黄山篇章 这就是我的家乡 黄山 我是爱城 我是黄山人 黄山欢迎您